全家確診猝死 或是一家四口只倖存一個的 真的是在快訊跳出來 把台灣民眾嚇壞了 怎麼會這樣 對 剛剛學方提到這件事情 我還是要非常 用比較嚴肅的態度來澄清一下 也就是說其實 這個去年跟今年不一樣 各位看到去年很多的個案 對於家人的感染 這個比率是不高的 那今年為什麼這麼多 在家戶裡面感染 而且很多是全家都感染 第一個 各位要了解到 他的傳播力非常強 所以他在家裡 幾乎家人都會被傳染 如果他去上班 或者他去搭車 各位就可以想像 那各位的風險也會很高 這是一個警訊 所以為什麼我們也一直強調 三級的這個警戒要把它做好 可是第二個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也一再的呼籲 這個快篩 普篩 快篩 還有呢 自篩 對不對 如果我們不讓民眾 自己就可以採檢的時候 太多的人 他完全就是沒症狀 或者其實 我們不用問有多少比率是無症狀感染者 因為所有的人 不論你後來有沒有症狀 你前面還沒有症狀的時候 叫潛伏期 潛伏期就已經會傳染了 所以我們百分之百的人 都有機會在沒有症狀的時候 傳染給別人 所以為什麼普篩很重要 普篩不去做 我一直強調 每次跟著病例後面來追 你就漏掉那些隱藏的傳播鏈 隱藏的這個感染源 然後家戶內 也不給人家自篩 所以一個人染病 他也不知道 然後就全家都感染了 很不幸很不幸的事情 那另外其實不明感染源 這個部分 他都會扣掉那一種 所謂的萬華活動史 各位萬華活動史 叫做知道感染源嗎 還是不知道 他只不過去過那裡而已 所以這些都是 所謂的傳播鏈 是斷掉了的情況 然後比如說今天 那也有中部的 這個案例又出來 你看他每次 他不去普篩或廣篩的時候 包括像苗栗的 這樣的晶圓 這個晶圓的這個事件 那我們外籍老公是可以出外的 那他現在又都是 盡力的在篩裡面的人 但外面到什麼程度 都不知道 就要等著過幾天 冒上來了 到了醫院了 才發現已經到處都有這些 這些火苗在燒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種全家 這樣子很不幸的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致死率很高 一家四口感染三個死亡 真的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著急 所以你不要跟我們講說 什麼八月底以後 什麼疫情會反轉 天啊 我們還要死上多少人啊 所以你看到這個家戶的感染很嚴重 剛剛署長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想請教一下線上的龍界線 你雖然沒有來台北 但是我知道你在這個台南 還是有很多基層跟你反應嘛 基層對於像這個 你看到很驚悚的 什麼快速死啊 有沒有 快樂缺氧啊 還有像這種全家 全家死掉的這種 我不知道基層他們的心情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端午節怎麼辦 端午節 我不知道這個台南的子弟 有要回來嗎 有真的 有被舉報的 有獎金拿到嗎 不行 像署長他就是台南人 千萬不要回來 我很早就退票了 5月13就退了 對對對 因為署長你就很清楚 我們台南187萬人 那我們的整個負壓病房 病床才只有110床 那現在已經用掉40幾床 就到昨天 所以真正還有70床而已 那專責病房 大概有256間而已 還整個台南市 那大概就會有580床 那大概到昨天 好像用掉大概40幾床 所以大概還有500多床 那這樣的話 如果以雙北這樣的狀況 在台南一爆發 一兩天 我跟你講 我們的醫療能量就崩潰 而且我們南部 因為大家都到北部發展 所以南部就是長輩比較多 那長輩第一個 他染疫的話又 會比較 產生重症的比率會比較高 所以 為什麼我們看到以前的民進黨 只要一個人 一個人命失落 他們對那種生命的價值 跟現在的民進黨 我看不到以前民進黨那種價值 很能學 就是這樣整個心肝有夠大就對了 四十多有 四十多 四十七個 三十八個 今天二十五個 說沒那麼多 總共三百多人 所以你們在做冬 你們不覺得 晚上睡覺沒人去幫你訪問 你都不難 這是可以做得好 你看 四日樓邊 鹹就說 這個陽性 我 去喝水 受水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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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喝也不知道 所以你是怎樣 我今天 今天就今天 跌倒就對了 新加坡一位朋友卡電話說 龍介兄 我把你駕 一百組 快篩 自己 你可以做笑 玩家做笑 我們新加坡 每年 孩子都要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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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有就冠軍 我本來說不用 我說你吃了我又不能用 我們現在還訂著醫療器材 就是 所以你不能用 後來我想一想 你 擠過來 我還是擠過來 有備無患 你要知道我們台灣生產很多 本來就是 都是外銷 沒錯 但我跟你講 今天陳時中說沒有 我們稍後來談這個東西 我今天看到我也很傻眼 他是真的不知道 還是假的不知道 他說沒有是因為 你沒有來申請 不是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們台灣生產是給醫生用的 醫療人員用的 沒有民眾居家用的 我特別有這個仔細看 所以我看到之後很傻眼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台灣是有 他為什麼可以這樣說沒有 但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廠商都不敢出來講話 廠商最好說我有申請嘛 對不對 那我有生產啊 你這個帽子是主持節目用的 不能戴出去用 廠商沒有來申請你這個帽子 戴出去用啦 對 他指揮官他不知道 這很奇怪 他是裝不知道 你剛才講說冤魂找他 他睡不著覺 我跟你講他自己說 他真的睡不著覺 他說他睡不好 他今天說他睡不好 但他說因為是什麼 常常睡會夢到一些數字等等 壓力很大 工作很辛苦 但睡不著他是真的 他睡不好 建慶的簡改 就是檢方方面 檢方真的對自己很沒有安全感 之前我們台灣的司法系統有沒有 司法人員等等 確診了很多 你想想看 光是一個疫情 可以癱瘓我們的司法系統 你知道這個法官 本來已經工作夠辛苦 這個案件的堆積如山 那麼漸輕簡改 就是說請衛生局專人到場 不要放任基層警員 在沒有防備之下 再暴露在險境當中 非確診 衛生局是拒絕相驗 非確診拒絕相驗 你不驗怎麼知道 他有沒有確診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說實話的 昨天我們聽到王仁賢醫師講 沒有錯 這個新冠病毒 但是人過世之後 他沒有氣了 所以他不會有這個口沫 噴飛的問題 但是他如果說 會流出一些濕水的話 你接觸到 還是有這個染疫的一些風險 還有如果他在家裡的話 對 在家裡 因為我們講過空氣傳播 所以在他還有氣息的時候 他的那個房間 是可能有病毒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在處理上 是非常小心 是不要恐慌 但是要小心 所以事實上 剛剛消防講到很重要 包括所有的消防隊員 你現在出勤 包括所有的警員 所有的檢察官去巷驗 都一定要完整的全套裝備 好 這是保護自己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指揮中心的這個講法 他很奇怪 他為什麼就是不願意給一個 明確的一個做法 到底要這個深埋 或是說隨便開放 或是說開放給大家 我指揮中心沒有規定 你也就給一句話 對不對 他失職 對 所以他就是不願意給大家 他說沒有規定 24小時內活活 沒有規定 這個真的是顛覆大家的認知 有沒有 之前不是都說要嗎 而且說實在的 我覺得台灣人蠻追守規則的 雖然台灣人對於這個 殯葬事宜非常非常的重視 但此刻是國難當頭 你講一句話 台灣人願意遵守 但是你又告訴大家沒有規定 沒有規定是怎樣 我覺得這次就是來添亂 所以家屬可以自行選擇 但他又說遺體還是有傳染風險 裝入濕袋不能夠再打開 那既然有傳染的風險 你為什麼不做一個 比較嚴格的一個規範呢 我就不太懂 破口我們都要把它堵住 所以你要堵就怎麼堵 堵得嚴嚴實實的 但是你這樣就好像 又開了一條小縫 那你說不能夠再打開 那萬一不小心 對不起 我講的比較殘酷一點 萬一不小心 失水流出來碰到怎麼辦 裝入濕袋他都會在24小時內火化 但陳宗燕講的又跟裝人 想講的不一樣 我到底要聽誰的 就看不懂啊 所以這題呢 我說老實話我們討論了兩三天 到現在為止沒有結論 讓殯葬業者非常非常的痛苦 也讓很多家人非常非常的痛苦 很多家族的目的都已經選好了 對不對 本來是要土葬的 但國難當頭大家願意配合 但是你的政府又說 你也可以不用配合 那大家是不是就開始陷入天人交戰 好那殯葬業者會怎麼想 如果是確診的話 他要怎麼處理 他們受過專業的訓練嗎 真的不知道 但是從法例來看啦 台大教授林玉雄說 沒有懸念啊 新冠就是第五類的傳染病 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 遺體只能唯一火化 那麼防治措施呢 應該要立刻修正 人家就是沒有要修正啊 是太忙了 無法修正 這不是藉口 還是他根本不想修正 就是希望 反正無所謂啦 就交給地方負責嘛 那地方出事了 再來說嘛 法醫高大成也說 估計呢 這個病毒會留在遺體 一個星期啊 注意哦 人過世了病毒 還可以存活一個星期 但他說如果燒掉的話呢 就是完全消滅病毒 沒有感染力了 所以他認為 馬上火化是最好的辦法 那麼最好的辦法 為什麼我們指揮中心 不願意用 這就是一個萬無一失的做法嘛 你到底擔心得罪了什麼 或是有什麼既得利益嗎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不這樣清楚的規定呢 你的水分 如此 說出來 在酒 出來 說出來 我 跟 你 我 ただ